画面看到的是香港警方在6月12日 以武力镇压反送中示威者的场面 也就是警方所指的暴动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拘捕了11个人 所损的罪行是包括 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 非法集会 集警 和与暴动有关的罪行 暴动的说法 再加上香港政府坚持不撤回送中条例 进一步激起民情激愤 6月15日 一名35岁姓梁的男子 爬到香港市中心一栋大楼的鹰架上 挂起反送中标语 随后最老死亡 标语上面写着 我们不是暴动 6月16日 香港爆发201万人示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透过记者会向香港市民道歉 我在这里 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诚道歉 强调要真诚负责 不过稍早说警方使用武力 是天经地义的林郑月娥 却将暴动的说法推给警方 民众要撤回暴动说法的诉求 林郑月娥交给警方自己去面对 至于撤回反送中条例的诉求 林郑月娥解释 政府已经停止送中条例的收法工作 但始终拒绝宣布撤回议案 记者会上各家媒体先后提到民间五大诉求 撤回收法议案 追逐警方开枪责任 不起诉以及施放示威者 收回6月12日及会为暴动的说法 对此林郑月娥全部都没有正面回应 不理会记者的追问 林郑月娥过去有不少先例 惊奇照引人注意的 还包括他与中国国语院副总理韩正会面的传闻 但为什么去到今天你先说要暂缓这条收礼呢 就是你不是今天才知道 其实大家对这条收礼都很有意见 是不是因为有消息讲到韩正下来 就是跟你有一个沟通了 所以中央出了声 你先决定要暂缓收礼 所以你能在防疫联系会议会议 你可不可以正面回答你 有没有见过韩正 是不是因为韩正叫你停手你先停 到底是不是因为韩正出面干涉 林郑月娥才终于暂缓送中议案 林郑月娥始终拒绝证实 但也并未否认 媒体追问的焦点韩正 就是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在2015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上提到 两岸一家亲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在2010年担任上海市市长时 就是第一位访问台湾的中国直辖市市长 在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当中 曾经亲自介入处理涉台事务经验最丰富的就是韩正 香港政府强行推动送中条例激起民情激愤 一国两制对台湾的说服力让人存疑 到了6月13日 多次声援香港反送中抗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 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党类民调初选中胜出 紧接着在两天后送中议案暂缓 香港媒体追问韩正是否有介入 在6月15日的记者会上 林郑月娥明确提到 在今年年底之前 不太可能重新推动送中议案 换言之 就时间点来说 在台湾只将在1月11日举行大选之前 香港政府要避免再次引爆送中正议 记者出了正编译